两个星期前涉嫌在一架新航客机上 虚报机上有炸弹而被控的男子 将继续还压多两个星期 法院认为男子对公众构成了威胁 不准保释 37岁的被告今天再次出庭 他面对两项控状分别是蓄意伤人 而使用恐吓言语 谎称飞机上有炸弹 控方在庭上要求修改第二项控状 以增加多两名证人 辩护律师则要求同被告见面 同时也要求安排一名美国大使馆人员 同被告见面 控方对辩护律师的要求没有意义 但要求法官拒绝让被告保外候审 法官同意双方的要求 案件将在27号续审